中华民族五行学船里面 万物的生长循环都离不开 木、火、水、土、金这五个元素 它们的互惠之生互相助长 发展出一套几乎无邪可击的宇宙系统观 如果将这套观念 推动在建造业之中 木、火、水、土、金 代表不同的建设范畴 在任何一栋建筑物之中 都有互相拱照牵引的作用 其中木基为良主 亦有生法的意思 而它所代表的 是建造业之中最细致的一环 细木工 在六七千年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令人摊位观止的木工 古人的笋某技术用一粒一突的笋柚 将木材组合成为不同的物件 亦都会在现代化的建筑物和家具上可见一群 这些这么精湛的木工手艺 之所以到今时今日仍然未失存 是全靠一群无私的木杖 是传授给下一代的 时至今日 香港建造学院里面一群手艺出众的木杖 亦都设计了一套有系统的教学程序 在教授细木工艺的制作步骤之余 亦都教导学生如何使用现代化的仪器和工具 快速和精准地制作木器 从而达到工艺传承和创新的使命 木工已经有六七千年历史了 其实以前的木工是怎样的呢 前人的智慧运用笋某的技术 将木加长、扩阔 做的木结构一口钉都不需要用 像那些斗工在以前的庙宇、供电的结构上都看到的 这些木结构到现在为止 很多因为地震都不会有一些很严重的破坏 因为它是会有一些弹性和摇摆 都会跟着地震的摇摆幅度 所以那些强度都不会影响到它们 那很厉害 其实木工的演变是怎样的呢 有没有什么分流牌的呢 有的 在香港都有分上海和广东牌 在六七十年代 门框和门都是属于粗木工的 自从有石屎板的面细之后 门框和门都已经纳入在小木工那里了 前人的智慧真是非常不得了 那其实他们用什么工具呢 以前用那些工具做一个木结构 可能就没有平水尺 没有平水尼那些去帮助的呢 那我们可能在一个地方刮个洞 煮些水在那里放着木下去 然后看那些水痕 度上度下去 根据我们定的赤穿 去建造那些木结构 曲尺能成方圆器 直线调就动量财 木制工艺历史悠久 前人的智慧加上科技进步 有准整的仪器辅助 制作木制工艺就更加得心应手 木匠要熟悉木的性格 现在和以往都一样 万变不离其中 学习基本技巧 按步骤班 先做一个小家具 成功后再做大型的 一里通百里名 大小都是这样做的 陈长长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以下要介绍工艺是很特别的 想介绍一下它的精湛和困难之处 让学生可以注意和学习一下 首先是一张木耳 大家看看这张木耳的结构 其实可以用到两三百年 我们中国其中的名称家具 都相当出名的 它用精湛和中国的损捷技术去做成的 這張椅子也應用了這個技術 製作木耳第一個步驟,當然是挑選木材 這次木耳製作用到的木材是舉木和山漿 舉木其實由明朝到現代都是製作家具的常用材料 而因為舉木的木質堅硬,性能穩定,文理美觀 而山漿的木質較堅實,文理有值,而且好易加工 度尺寸,又可以叫做放氧 是只按照架絲大小畫出主要組件的真實尺寸出來 較為仔細的線會先隱藏,等到適當時才會畫 先做一個小型鏡,成功後再做大型鏡 可以修整一些在施工時做不到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增加效益 用規矩在中密度纖維板上,畫出木耳施工大樣 以及會進行損接的位置 這樣會令到之後的工序可以進行得更加順利 當畫好,就開始用摩打鋸來處理木材 這個時候,記住要注意安全 不少的,當然要戴眼罩,口罩和耳塞 好像現在推進其中一件,應該要好好利用手掌這些輔助工具 那隻手就可以遠離危險 鋸好鎖上木材後,就要仔細檢查所有尺寸大小夠不夠準繩 因為現階段,弓件不夠光滑 刨木的時候,刨刀要保持風味 如果刨刀燉了,就要研磨 正所謂弓肉線歧視必先利機器 磨刀時角度約25至30度 用磨刀石粗的一面先磨 再磨右面,最後用滑石磨至空尾 先用中刨將木方刨直,符合曲尺和直角 順紋木可以用梳刨夾,這樣可以節省力 如果易紋,就要將刨夾較密,以達到較階的效果 每次用刨都要調校刨到的位置 令到木刨削出厚薄均勻的刨花 量度通筍位置,用鎖開粒槽,然後用鍋機開坑 覆檢通筍的闊度,用砂紙磚磨滑粒槽 組件有部份位置,會在裝嵌後冒犯修飾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要用適當的修飾 這樣就會減少修飾所需的功夫 通筍是廣泛應用在宮殿和小木作損接 優點就是製作簡單,堅固耐用 量度膠齒筍的位置 膠齒筍需要按木材的硬度造成不同的斜度 硬木較棋,軟木較斜 由於量方造成斜位,所以比直筍更堅固耐用 用手鋼和線鋼開筍,再用手鑽收相 在木條上畫出靠背板 用鋸床或者纖鋸,解出靠背板 使用馬打鋸,解出筍頭 再次啟動馬打鋸的時候,記得要做好安全措施 之後,用鐵彎跑調整和刨滑表面 用修邊機修整木框 按照筍接的位置,按次序組裝工件 首先,嵌耳身的橫木,拼合膠齒 用黏合劑附助組裝椅背 然後組裝椅背和棋榜,將椅子整體嵌入 用中刨收平角展口,覆核尺柱 細木框是萬別不力其中的 都一定離不開刨、解、鑿、磨氣功夫 對工具要有深入的了解,才可以做到點刀即止 所以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今次木耳製作的徵站之處 在於膠齒筍和直筍連接緊密 無虛位,筍薄緊貼,緊固 符合施工規範,圖側尺寸 各方料,板材刨術加工光滑 如果適當使用木耳,百年後都還可以用 膠齒鋸種類繁多,功能各有不同 根據用途可分成直鋸、橫折和鋸界弧線等 膠齒筍,須按木材硬度造成不同的斜度 硬木較企,軟木較斜 由於兩旁造成斜位,須比直筍堅固耐用 陳Sir,不如我們介紹另一個工藝品 我們嘗試欣賞斗工的部分 首先看看泥稻拱 泥稻拱曲線做得相當優美 在古代來說,真的要找人手做 或者找人手鋸出來,再找一些跑去刨滑 但現代工藝可以找一些帶鋸去鋸出來 鋸完之後,現代人可以用一些鐵跑 或者是彎跑,或者用一部沙子機 另外你看到它每一條弧線都做得相當優美 其實斗工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抗震 亦都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地方 我們試過有一次在雲南有個地震 八級地震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樓宇已經是倒塌了 但唯獨有個地方建築是沒有倒塌的 原來都是我們中國的斗工建築 每個位置嵌合的地方要做得精準 但另一方面亦都不可以過實 如果實就會失去擺動作用 這次斗工製作,首先將材料分別加工 爬好尺寸,跟著橫墨線 介出十字架斗拱 注意接合位必須要正中心,然後組裝 如果有不醃調的地方 就用樓機收拾制度吻合 做基座的座斗 首先用戒機割出線條 再用電鑽分別在座斗的四面 轉出兩個檔案 用了清除座斗坑邊剩餘的木 最後就靠樓機完成座斗坑底部的位置 來自拍的座斗坑 接著還在等一張小便 35度 好 馬科馬 再加上一張小便 蒸泡坑 畢進去 巴特 梁 子 一張小便 先 完成坐斗就可以用上面的拱尾做測試了 如果有不協調的地方 就用適當的工具修飾 不斷嘗試直至達到完美接合 在這個時候就要量好尺寸 用雜腳切斗位 用雜腳前要檢查骨片 確保沒有破裂和正常裝上 用樓機置除多餘的邊緣 樓機一次只可以畫3-4mm的深度 想要畫得更深就要重複幾次 用手腳腳斜面然後用彎跑 用人手刨到光滑 腳材曲線尤其是小曲道弧線和內封閉曲線 留意不要腳快貼 預留適當位置用皮帶磨機磨滑表面 量好開孔的尺寸就可以用電鑽開作孔 將組件裝嵌到座斗 畫出中間點進行作孔 然後裝嵌組件就太功道成了 有數千年歷史的斗工智慧和損口技術 造就古代建築的輝煌成就 透過簡單的原理但精密的結構 木材之間橫橫緊扣互相牽引 一顆釘都不用用 就能夠穩固地支撐建築物 這就是今次斗工製造的徵站之處 木刨用來刨直、削薄、拋光、收平物面 每次用刨刀都要調教刨刀的位置 令木刨可以削出厚薄均勻的刨花 木槽是用來鑽筍頭以及角色收邊的工作 以鑽刀端面分別 有平鑽、魚尾鑽、斜厚鑽和軟鑽 曲石最早期名稱是鞠 是曲石柄和赤翼組成相互垂直成分直角 木工以曲石量度直角 平面、長短、甚至平衡線 緣出於規、方出於矩 正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意思是指如果沒有短和緣規 是說不出方和緣的 陳老師那個似乎很厲害 不如你介紹一下 這個我們是叫做木槍的 裡面也包含了很多精集的技術 例如一些弧位 以前做弧位就相當麻煩 我們就要找一些手動的膠齒鑽 其實以前的師傅鑽木有很多種鑽 一種是鑽筍、一些鑽直、一些鑽橫、一些鑽圓 以前的師傅就會找那些鑽圓的膠齒鑽 去鑽圓位出來 鑽完之後就是用彎跑去刨滑它 在現代的工藝之中 我們可以找一些輔助的機械 例如找一些帶鑽或手動的積梭去鑽 甚至乎找一個鑽基去鑽圓位出來 林Sir剛才所說 每位學生都要學會體圖和畫圖 而我手上這份圖似乎很有名堂 你介紹一下 這個叫木槍葉 通常我們在做這個作品之前 我們會按照它的形狀、尺寸開料 開了料之後 我們會在木的工件上畫線 因為這次的作品要經歷風吹雨打 所以挑選適合的木材是很重要的 而這次製造木槍葉使用的木材是橡木 因為橡木的木質、堅硬和高密度 令施工者要有一定技巧才可以將它加工 根據圖則尺寸 在中密度纖維板上畫出施工大樣 木槍葉弧形部分較多 大樣要畫得精準 以方便之後的工序 按照圖則大小畫出真實的尺寸 按大樣尺寸裁切木槓 然後用機器造出木材形的工件 畫上墨線和製造粒槽 每次麻炭下面也 visas donut diversity 是 зам延布的工具 所以新団化建築掉 讓散建築,將一起打bles 位置上天秤 蛋鏡子 你可以細無法通 FM 这次用双直笋和单直笋 理想的笋摺一定不能加钉 如果铁钉生瘦会影响供应量 作笋可以用胶齿作和笋作 再配合锤和斧头 开笋孔要根据墨线 刀身和木方要保持直角 用锅机和45度斧刀 就能够做出45度的装饰线 直方部分可以用拉线跑和中跑 跑出45度的斧角 组装前要检查笋头、笋膊和笋孔 是否符合尺寸 用中跑收平信口和剪口 确保笋摺精确紧密 清洁和检查施工面外观是否完整 作品要符合施工规范 途则尺寸需要丝毫不差 想接位要紧密和无虚位 加工后光滑、整洁 均匀平整 这个就是今次製作商业的征站之柱 现在学院的过程和你以前学师有什么分别? 以前师傅做什么我就学什么 香港竞技术学院就很不同了 有系统、有理论基础、有技术 他们在一个有系统的培训下 那个技术是容易掌握的 出去是容易发挥的 那相据起你以前学师有什么惨事? 好人告诉你哪些是危险 在我们建造学院特别注重这个安全 在未发生事之前 都会将这些知识灌输给学生 那么多年开心的事了 有些建筑物现在经过的时候 这座建筑物我也有份参与 那份满足感就很大 趁着有些学员在 不如我去聊聊天吧 你觉得课程对你来说是什么? 对我来说其实是很充实的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尝试用 木工科不同的工具和机械 去完成我们的作品 但同时我们的导师也会提议 我们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 例如配戴手套 我们要戴口罩和戴护毛镜 去防这些意外的发生 你选这张照片和想像有没有分别呢? 我以为可能做一些盒子 或者比较轻劲一点的 其实是相对比较实模型一点的 我们会学习怎样做门、门框等等 现在我们教如何做门槽和门架 其实在日常生活都用得到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其实这么少女生 那些男生有没有欺负你呢? 那有没有 那师傅都是一视同仁的 可能有时我们女孩子会比较少许一些 但她也会教一些不同的技巧 让我们在学堂上 或者是出去业界时都可以能够得到 那你觉得你最大的得着是什么? 最大的得着是在 在小目光里我们可以学到最基本 亦都是最重要的 令到我们出去业界的时候 有很好的手艺 去满足我们将来师傅或者老板的要求 对于师傅有什么意见? 意见就没有的 但我觉得其实师傅也对我们很友善 其实都是很肯用心去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 她会很细心地教导我们 应该是用什么方法去做好一些作品 而且要她很准确地去做出一个要求 对他们几位有什么精灵呢? 学好现在的工艺技术 出道去继续去学习 专心去做事 当有人想识你的时候 你的目标很容易达到 丹师傅 有人说读完细目工之后 出来会变成三行工人 这是一般坊间笼统的说法 我们香港建造学院毕业的学生 在这里学的时候 除了基本的工艺 有理论 也有拒统采购 和物料的认识都很深的 他们出道去 靠这些技能是很大的发挥 他们读完细目工之后 有什么出路呢? 我们香港建造学院毕业的学生 在毕业之前 我们有一个专杂部门 就业介绍给他们 出去做事 一般的老板都认为 我们的学生是有能力有技术的 以我所知 有些学生出来是做了半头 甚至是project manager 是的 我自己教的学生 在20年前毕业的 他是中生的 他发觉自己也要继续进修的 老板又培训他 做了一段时间 累积到一些经验 进升了做这个project manager 在你这么多学生之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例子呢? 有啊 早几年有个女同学 与我们细目工 我翻查纪录 原来他很高学历 不如我们找他聊聊好吗? 马上出他出来吧 Hello Hello 你好 你怎么称呼? 我叫阿贺 我知道你从学了细埔工 也回来教 不如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啊 其实回想起几年前 在香港建筑学院 有免费 有津贴的课程 我看到就觉得很有兴趣 所以就选了这个课程 进修了 为什么你选小木呢? 很辛苦 是很辛苦的 不过我喜欢 那你就选对了 你有这么多的学生 也将会有更多的学生 有什么指导一下他们? 首先目工是很有前路的行业 有木的地方就有人 有人的地方就要需要木的制品 所以目工的行业是相当的发展的 在我们新的从业园 首先就要勤力 最重要是勤力 另外是专丝政度 另外不断持续进修 留意身边的市民 其实目工的行业 有数千年的历史 都是不断地经过 不断地承传 不断地发展 才去到目前的境界 所以寄于现在的学生 努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希望实际上 我们希望你能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